用声音 碰撞世界 生动活泼 生动早咖啡与你轻松同步 日常生活与商业世界 嗨 各位早上好呀 今天是2024年的7月3号 星期三 这里是生动早咖啡 回事来自生动活泼的梦一 特斯拉的变相降价会有怎样的影响 喜茶出海 为什么选择重点布局英美市场 今天我们节目的上半段 就回来回答这些问题 那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 也就是我们的清解读时间里 我们要来关注一下 挪威的电动汽车 上个月欧盟提出 要对从中国出口到欧盟国家的电动汽车 征收最高38%的额外关税 而没有加入欧盟的北欧国家挪威 则明确地表示 挪威不会效仿欧盟 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关税 事实上根据彭博的报道 挪威是全球电动汽车普及率最高的国家 挪威统计局的数据显示 去年挪威所有的私家车当中 有24%都是电动汽车 而德国的电动汽车 在他们所有乘用车中的占比 是4.8% 中国的比例是6% 不过挪威似乎并不具备 成为电动车引领者的先天条件 根据卫报一篇报道的描述 挪威拥有崎岖的山脉 漫长而寒冷的冬季 以及非常分散的人口 那么并不具备先天优势的挪威 为什么能够成为电动汽车 普及率最高的国家呢 今天我们的清解读就与此相关 在这之前我们先来关注 几条简短的商业科技动态 新能源车企公布6月成绩单 特斯拉华为推出优惠政策 根据财经网7月1号的报道 新能源车企相继公布了6月份的销售数据 其中比亚迪6月的销量高达34万辆 创下了历史新高 新势力造车品牌当中第一名是理想 他们交付了大约48000辆车 华为鸿蒙制行则略低于理想 小米汽车在官方微博中表示 小米苏七6月的交付量成功突破了1万辆 此外界面新闻报道指出 华为特斯拉小米为了促进销量 不再直接下调汽车的售价 而是相继推出了优惠政策 华为首先推出高阶功能限时6000块的优惠 特斯拉则在中国官网 更新了Model 3和Model Y的优惠政策 分期付款可以享受5年零利息的方案 界面的分析认为 特斯拉在中国市场推出低息 甚至是零息的购车政策 实际上就是变相降价 但在激烈的价格战中 这种策略的效果难以预测 可能使特斯拉由市场领导者 变为价格竞争的跟随者 喜茶门店突破4000家 未来将重点布局英美市场 根据界面新闻7月1号的报道 喜茶在全球的门店数量 已经突破4000家 在过去的半年时间里 喜茶一共新开出了800家门店 目前喜茶已经有大约四成的门店 开在三线及以下的城市 另外喜茶也在积极地部署海外市场 目前喜茶已经在新加坡 英国美国等等 7个经济发达的国家 开设了22家门店 未来他们会在英国和美国两个市场 新开27家门店 界面的分析认为 过去大部分茶饮品牌出海的 首选目的地 大多都是东南亚 喜茶寻求差异化的出海路线 除了想要在全球市场 建立品牌优势提升调性 也可能是想要避开 国内市场的内卷 寻找新的业绩增长点 微软将关闭中国线下授权门店 根据财新7月1号的报道 微软表示从6月底 关闭在中国的所有线下授权门店 未来微软将会主要通过官方商城 和京东自营旗舰店进行线上销售 线下仅保留官方的售后维修点 事实上自2020年6月开始 微软就已经关闭了全球的线下直营零售点 过去4年的时间里 微软在中国大陆的授权门店数量 减少了接近6成 财新的分析认为 微软的举措可能与个人设备业务疲软有关 今年一季度的财报显示 微软包含Surface电脑的个人设备业务 营收下降严重 同时微软在中国PC端的市场 也面临着来自华为小米等等品牌的激烈竞争 市场份额一直比较小 有业内人士指出 只要保持线上渠道的畅通 关闭线下门店 对微软在中国的销售影响并不大 欧盟指控Meta违反数字市场法 根据The Verge7月1号的报道 欧盟委员会正式指控Meta违反了数字市场法 欧盟认为 Meta旗下的两家社交媒体 Facebook和Instagram 没有给用户提供足够多的广告选项 Meta也是苹果之后第二家 被欧盟指控违反了数字市场法的科技公司 去年Meta在欧洲推出了一项计划 用户可以选择付费之后使用无广告的社交媒体 也可以不付费 但同时要同意个人数据被用于定向广告 欧盟的监管机构认为 这种非此即彼的选择违反了数字市场法 他们要求Meta应该为用户提供第三种选择 在较少使用个人数据的情况下 仍然能够使用免费的服务 如果Meta最终被认定违规 他们可能要面临高达全球收入10%的罚款 《华尔街日报》指出 广告收入是Meta商业模式的核心 今年第一季度 他们的广告收入超过350亿美元 大约占到了公司总收入的98% 而欧洲地区则为Meta贡献了 接近四分之一的广告收入 欧盟的指控 可能对Meta在欧洲的业务模式 带来重大的影响 以上就是值得你关注的几条商业科技动态 别走开 我们马上和你一块来聊聊 寒冷多山的挪威 为什么成为电动汽车普及率最高的国家 欢迎来到今天的清解读 根据挪威道路联合会公布的数据 2023年挪威新注册的车辆当中 有八成以上都是纯电动汽车 在今年1月 这个数字超过了90% 他们希望能够在2025年 实现新能源车销售占比100% 而相对来说 欧洲1月份销售的新车里 电动汽车的比例只有12% 但是就像我们一开头所提到的 挪威并不是一个天生适宜 电动汽车行驶的国家 他们的国土狭长 以山地为主 斯堪地纳维亚山脉 贯川南北 大部分的国土都是自然地貌 人烟稀少 每平方公里大约只有14个人 另外挪威几乎一半的国土 都位于北极圈以内 这里冬季漫长 从10月开始 一直会持续到4月中下旬 平均温度也在零下7摄氏度左右 北部地区的气温 甚至可以达到零下30摄氏度 而在寒冷条件下 电动汽车的续航里程会减少 充电速度也会比较慢 这些听上去都并不利于 电动汽车的发展 那么自然条件并不适宜的挪威 又是如何发展成为 电动汽车王国的呢 原因之一 受全球变暖影响大 政府大力推动电动汽车的普及 虽然有不少的国家 此前都推出过 助力电动汽车发展的政策 但是早在上世纪90年代 挪威政府就在开始 推广他们的电动汽车 并且相继推出了一系列 针对电动汽车的补贴和优惠措施 这些措施不仅大幅度地减少 购买电动汽车时候的税费 他们的电动汽车 还可以在通行停车等等方面 享受更多的优惠和便利 挪威政府之所以很早就在 大力推动他们的电动车的普及 主要是因为电动车在当地的发展 也是他们减少碳排放计划的一部分 挪威政府计划到2030年 将二氧化碳排放量 减少到几乎为零 这个时间目标要比联合国 在2050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 提早了20年 挪威政府对碳排放问题的关注 也和他们自身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 有着直接的关系 挪威地处北极圈附近三面环海 而北极地区的气温升高速度 要比全球平均速度快两倍甚至更多 这就会导致挪威的冰川融化速度加快 海平面上升的威胁也日益加剧 除了政府的推动 挪威民间的环保运动也起到了促进作用 根据卫报的报道 上世纪80年代末 挪威就出现了环保运动 推广电动汽车 要求政府取消电动汽车高额增值税等等 这些活动也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挪威电动汽车协会秘书长也表示 挪威是个小国家 民间和政府有很多的合作 政策不仅是自上而下的 也是自下而上的 另外挪威各党派 在推广电动汽车方面的目标一致 这也确保了电动汽车相关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而挪威政府之所以 还能够长期推行电动汽车的优惠政策 也因为它们相对比较富裕 根据Fast Company的报道 挪威的财富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石油出口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 挪威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美国高出2万美元 原因之二 电力充足 电价便宜 充电方便 挪威是世界上最大的油气资源国之一 但是油气资源它们主要用于出口 挪威国内的电力几乎全部都来自于可再生能源 根据卫报的报道 挪威可再生能源当中 大约有10%来自风能 其余都是来自于水力发电 挪威境内有很多的高山和峡湾 同时遍布着河流 山谷和瀑布 当然还有丰富的高山湖泊和水库资源 这就非常适合水力发电 根据《环球》杂志的报道 挪威的汽油 柴油的价格 几乎是全欧洲最高的 因为燃油税比较高昂 而挪威的电费在整个欧洲来说都算比较低的 仅使相同的里程数 电费也只有柴油费的三成 甚至它们许多的停车场 还有免费充电的福利 根据《金融时报》的报道 挪威几乎每辆电动车都有一个家庭充电桩 而挪威的公共充电基础设施也是很完善的 如果说你在挪威可以自驾一辆电动汽车的话 那么从挪威南端出发 一直开到北极圈以北 你都能在沿路相对密集的充电站 方便充电 甚至在挪威的农村地区 特别是北部地区 他们的政府也投入了资金 弥补私营企业布局充电桩 根据Fast Company的报道 挪威每辆电动车对应的充电桩是最多的 他们所引用的数据显示 在挪威每1000个充电桩 对应0.3辆电动汽车 而在德国每1000个充电桩 对应的是10辆电动汽车 所以完善的充电网络 也进一步地鼓励了他们的潜在车主 当然挪威国土面积并不大 也是电动汽车车主 没有里程焦虑的原因之一 挪威虽然人口密度低 但是大部分的人口也都集中在南部的大城市 通勤时间多数都不会超过30分钟 原因之三 没有传统燃油车企转身负担 可以全面拥抱新能源汽车 100多年来 挪威企业家曾经多次尝试 创立自己的汽车公司 不过都没能成功 由于缺少本土燃油车企业 这反倒是可以让挪威 全面拥抱电动汽车的时候 没有什么负担 相对来说 有传统车企的国家 在向电动汽车转型的时候 成本会更加的高昂 遇到的阻力也会更大 比如说今年年初 美国4700多家汽车经销商 就致信美国总统拜登 要求政府停止执行 更加严格的车辆污染标准 理由是税收优惠政策的减少 充电基础设施严重不足 以及消费者需求不足等等 这也使得原本的电动汽车销售目标 完全不切实际 而另一个例子来自于德国 汽车制造也是德国的重要产业 根据德国官方媒体的报道 他们的汽车产业每年为德国带来接近 5000亿美元的收入 同时也为180万人提供就业机会 向电动汽车的过渡将会对这些公司 他们的员工以及供应商都产生影响 同样的担忧也出现在日本 资产管理集团施罗德指出 日本政府并不鼓励 突然转向纯电动汽车 就是因为汽车制造商是大型雇主 转向电动汽车可能会对劳动力市场造成重大的干扰 所以日本向电动汽车的过渡都比较的缓慢 计划到2050年才逐步停止内燃机汽车的销售 而在挪威就不会存在这些情况 挪威电动汽车协会秘书长表示 过去十年 挪威在充电行业 电池行业 还有软件等等领域都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 不过关于挪威电动车的发展也并不是没有负面的声音 比如一些环保人士仍然会批评政府的政策有利于富人 并且电动汽车的繁荣也减少了公共交通和自行车的出行 另外随着电动汽车普及率的提高 挪威政府也开始取消一些激励措施 比如削减高端电动汽车的增值税优惠 以及对500公斤以上的电动汽车征收重量税 挪威交通部的官员表示 恢复对高端电动车型征收部分的增值税 不会对挪威整体电动汽车市场造成冲击 因为电动汽车已经成为了挪威人常态化的交通工具 所以说到这样的一个话题也想来问问你 你会出于什么样的因素选择购买电动汽车呢 你对于挪威这个国家 还有一些什么样其他的印象吗 欢迎在我们的评论区和我们一块来聊聊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了 我们其他的成员还有 监制泽林 监制千文 监制Stella 商业内容策划 娜娜 声音设计 庆明 研究员 东军 实习生 李扬 感谢你收听今天的生动早咖啡 那我们就 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